为什么你对我的要求总是这么高 又这么喜欢说教呢 和你在一起 我每天都是精神紧绷 真的太累了 我对你的关心 换来的却是你的反感 这是我表达爱意的方式 你为什么就不理解呢 你现在真的很任性 随时随地的想一出 是一出 稍微不合你心意 你就开始生气冷战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觉得你就是不爱我了 对我越来越不耐烦 如果再这样下去 我也不知道咱俩未来 还能有多远 有请对队嘉宾有请 男嘉宾小李 23岁来自济南体育老师 女嘉宾小富23岁来自济南 口才老师 欢迎两位老师 教多大孩子的你是 我们是教那个 小学到初中这个年龄段的 一个单位的 不是的 他是口才老师 我是篮球老师 高中就是同学是吧 对 是高中就谈了呢还是 大学谈的 到现在在一起几年了 五年了 时间可不短了呀姑娘 对啊 是打算要结婚了 对 是这样打算的 所以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 我男朋友吧 他就是生活当中特别地马虎 马虎又啥 哪个男生不马虎呢 对不对 他咋马虎了 他有多马虎 他那种马虎就已经成了 我生活当中的一个困扰了 就比如说之前我有一次感冒了 嗓子疼 我说你去给我拿个药吧 顺便给我带一个红枣味的酸奶回来 他就去了 特别着急忙忙出去了 结果一会回来之后 你知道他给我拿了个什么吗 主持人 他给我拿了一个红枣味的饮料 我都说我嗓子已经那么不舒服了 你还给我拿饮料干嘛呀 我那不是没有在超市里面找到酸奶吗 我嗓子都很不舒服 他还给我拿了饮料 你说你喜欢喝红枣味的 然后我就给你找了个饮料 那还是个乳酸菌的呢 那饮料能和奶能一样吗 那最主要的是什么 特别让我生气 我是感冒 你知道他给我拿了个什么药吗 他给我拿了一个退烧药 那退烧药和那感冒药 治嗓子能一样吗 你平时你就多嘱咐我 多听你的话 然后我一听你感冒了着急 然后我就着急忙慌地跑到药店里头 然后医生一问我 发不发热 我说好像发吧 人家说你拿个退烧的吧 要不然 那医生让你拿 你也不给他讲明白是什么 我说的是我嗓子疼 结果你给我拿了个退烧药回来 我万一迷迷糊糊地 把那退烧药吃了怎么办呀 你也不想想 我这不是也是好心吗 他就是特别马虎 还有就是主持人 因为我平常会接触到一些 就是那种考级的孩子嘛 一些资料就会在我这里 然后那天呢 我工作很忙 我就说你正好帮我整一下吧 结果呢 他把人家一个孩子的姓名 给写错了 因为我一在队嘛 那孩子姓名写错 我能不着急吗 我就联系人考级办那边 我就说你怎么这么小的事情 你都能做错 我觉得这不应该犯这种错误 那天你在忙我也在忙呀 我在忙我没有跟你说 然后我就把你这件事情 承担了下来嘛 事情是没有做好 你也不应该这么责怪我吧 主要是他做之前 我给他盯住了 我说你看清楚 你在写 你要不然会后期会很麻烦 就因为这个事 他一直在那吵吵我 就我感觉挺影响我们感情的 这件事情你不要上升到感情 这上面我觉得 还有就是他喜欢打篮球 因为他篮球教练嘛 他平常打球的时候 他会带个包出去 我也不知道他那天为什么 他也把iPad给带出去了 结果呢 他回来之后包也没了 他iPad里边也丢了呗 那谁刚新买的大哥 新买的iPad就没了 然后你知道他第一时间 他没有告诉我 他找了朋友借了钱 他又买了一个新的 他想瞒过去我 但是当时信息填的是我的 又买的时候呢 我会立马就会接到这个信息嘛 我当时就很生气 我给你再叮嘱万嘱咐 我说你记得把东西都带回来 包也丢了 Pad也丢了 你还找朋友借了钱 买了新的想瞒过我 我丢了iPad 我也不是故意的嘛 我非常自责 事情发生了 我就想这是 先得瞒过你吧 你才是我最大的难关的嘛 那你这不是又买一个你不浪费钱吗 那我也比回家听你唠叨墙吧 你看你又得从头指责到尾 开始翻旧账 还不如买一个肃静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